这是南京大学 它还不是北大跟清华大学 另外一个呢 我们来看的是上海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呢 当时有一部分 遇到了台湾 叫做台湾的交大 在大陆也有交大 叫上海交大 上海交大呢 最近也是延览很多海外的学者 因为他也是刚才 我们访问南京大学书记 洪书记所说的 他也是被列入整个当时 中国大陆特别重点栽培的 世界一流大学里头 所以他同时也享有相同的 这个预算 大概一年呢 是130亿台币左右 可以延览国外的学校 而最近呢 他更准备往前一大步 用英语教学 2013年开始 有好几个科系 这些科系呢 包括了机械工程 资讯工程 工业工程 工商管理 临床医学 都是全英文的方式教学 而他更重要的是 跟美国好几所著名的大学 包括美国的Michigan大学 美国的Maryland大学 Cornel 这是一个学校 采取交换制度 什么叫交换制度呢 不只是交换学生而已 他成立了一个叫联合学院 这个手笔很大 比如说台大跟Stanford 成立一个联合学院 那么从台大 或是台湾的清华 毕业的学生 他一旦从Stanford 他可以在Stanford读两年 在台大读两年 他同时可以获得 这两个学校的学位 那么对很多大陆的学生来说 他可以培植更好的 国际化的事业 他也特别请了Stanford学生到中国来 使得中国大陆跟全世界之间的接轨 更是在高等交易里头达到了无缝接轨的状态 1896年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盛宣怀抱着除财新帮的理想 创办了南洋工学 这正是交通大学的前身 116年之后 交大继续承载这样的使命 又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2008年开始 中国大陆实施千人计划 要用5到10年的时间 沿览大批海外优秀人才 反国服务 上海交大从各国际一流大学 召回50多名的学者 在各大院校数量是最多的 学校提供完整的研究团队 和管理阶层职位 交大打出的口号是 用事业来留人 在专业课程上 因为要和国际接轨 吸引国外学生就读 多所科系也将开建全英文课程 我们在2013年之前 建10个全英文的专业 包括机械工程 包括Computer Science 包括工业工程 包括工商管理 都如此类的 所以最近我们又在建 临床医学 而学校也和美国密西根大学等 建立了联合学院 教大的学生四年内 可以得到两校的学位 这个联合学院的话 就是采用2加2的项目 就是2加2的模式 前两年在教大读 后两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 我们这个每年的话 差不多有八九十位同学 到美国密西根大学 拿到学位 在农学院跟康奈尔大学 受学跟威斯康辛大学 有3加2的项目 物理学 物理是跟美国 马里兰大学 工业工程 最近在做3加2的项目 跟美国普通大学 这就是竞争 不论从求学的角度 还是就业的观点 培育人才是长久之计 在这萧条的年代 竞争实力比别人强 才能跑得比别人更武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